大家好,我是熊王 今天用牛肉馅、西红柿、土豆做个好吃的 土豆切片大火蒸15分钟 西红柿切片备用 切的薄一点,不要太厚 锅中加入两勺油 大火炒牛肉馅 加入一勺黑胡椒粉、盐、豆蔻粉 炒八成熟,备用 土豆片均匀的摆好 土豆要罗列起来摆放 就在家里待着,连白土豆都得摆整齐了 摆好之后 把牛肉馅倒上面 上面放几片Vezo 然后把切好的西红柿摆放在上面 最后撒上Mozzarella 放入预测好的烤箱 360华氏度烤15分钟 土豆的绵软 牛肉的独特味道 西红柿多汁 奶酪的香醇 非常好吃 简单、健康、美味的午餐做好了 你是不是也要学着做一次呢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哦